現在是12月5日 早上,不,下午12點 剛剛退房後,又去找食物 我要去步行街,然後走我的小朋友 來到這些窄巷裡 看到屋林市中心都有這樣的舊屋 他們住得挺舒服的 其實就不用說住那些商品房 個個都是住一棟棟樓 看到有間舊屋 是池塘還是舊屋,不知道 那邊,遠處這裏就是雲天宮 這個,為了 這裏是池塘來的? 不是,是池塘,天底門 那裏是圓的,就是圓 我上去步行街,是否這裏走 步行街,你去哪裏走 浴臨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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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裏是吧 靠我的手 好啊,謝謝 以下 水來流直直,塞到那邊 直直去 好啊,好啊,謝謝 有兩條狗 那裏有很多花 我本身想走過去看看 見到兩條狗,我不敢過去了 十二點九個子,就是吃牛巴粉 這個呢,就是浴臨特色的東西 十九元一碗 不過今天支付寶有活動 減了五元 豆漿飲啊,吃完東西 你好,豆漿是不是無糖的? 有,無糖的 我要一杯,我要一杯無糖的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幾錢的? 三塊 哦,好啊 這一間 屈臨手加鹽炸油條 現在支付寶有優惠 先給錢 啊,給了 厲害啊 好,免費喝豆漿 買了一杯豆漿喝 3元 相當於支付寶請 我喝 接著又吃東西了 小籠包 接著又奶茶了 不過不是我喝的 我喝豆漿啊 女生喜歡喝奶茶 下午1點4個子 就來逛逛屈臨的特色街 還有呢,覺得這裏好像吳州 就是一個熱鬧版的劇樓吃 聽說現在這個時候來逛逛就對了 因為晚上很多人 是怎樣的?五種式嗎? 有五種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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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幾種式的 哦,幾種式的 我們要小碗的,試試 我們要小碗的,試試 有燉醉嗎? 有 沒有辣 三色糯米飯 嗯 三色糯米飯 五元份 這個是腐竹嗎? 哦,這些是脆皮 哦,脆皮 很漂亮 黃色的是用什麼做的? 融融一種 我要泡 哦,要泡 紫色那個又很漂亮 紫色融融一種 頭子出來 然後繼續包著 五元 五元 謝謝 謝謝 我們試試剛剛買的糯米飯 哇,好辣 這個三色糯米飯 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一份就是五元 哇,好美 哇,好美 哇,好辣 哇,好辣 我們試試 它是把所有材料 包在一起 好像一種 很爽 怎麼樣?什麼感覺 嗯 很好吃的 不錯啊 哇,它包得很漂亮 好吃啊 是什麼味? 酸還是甜 還是鹹 酸,酸,甜,甜 就是本身那些 糯米有沒有味? 就是米的香味 哦 這一帶呢 一路都是很多食物 的 但是很粗的 全部都是那些拉華廣播 這裡也有 屈臨的基督教堂 然後呢 就走完整個 這些騎樓的部分了 衝回來之後就是 這樣的 這裏給我感覺 就好像南陵的中山路那裏 那個夜市那裏 那裏就是 那裏日後夜晚 相信都是這麼多人的 還有玉林有一個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不會趕這些攤檔 就是任你擺檔 街頭洗鞋 街頭抹鞋 好多人 下午的兩點 下午的兩點 就來逛逛 玉林的河堤 它的河堤很長的 整個河堤 這一邊都是 那些人在這裏幹什麼 哇,好多死魚啊 那些水 不漏蠻嗎 那些人在這裏幹什麼 對 拿去買 山勾勾的 他們的桶 就是 嗯 那些水那麼漏蠻 看上去 我現在開始走河堤 我見到那些水呢 就真的乾了 在河堤這裡呢 就可以看到雲天宮 就是玉林的一個著名景點 作用是什麼就不是很清楚的 不過進去是要收入場費的 我就在這裡河堤看看就算 阿叔呀這個雲天宮是用來做什麼的 不清楚做什麼 不清楚嗎 有多少年歷史 多少年歷史的了 五六年 五六年 就在這裡結束今天的 屈林市區行程 可以看到整個雲天宮 很美的景色 原來是江南公園來的 也都會在這裡租車回去 3.8個小時經過了一個景點 五彩田園這裡 看見網上的評價就是 是那些 農村再修飾一下那些屋 好像就不是那麼值得看的 要收費的 那就不要進去 在玉林東出回去之後 就是回吳州了 4點4個小時 就來到這個容院服務區 是個四星級服務區 當然進來坐一下 六點鐘呀 剛剛回到吳州南了 吳州不知道搞什麼 都是一層灰 好漂亮呀 現在 好漂亮呀 就在迎賓路這裡吃壽司 今年都沒吃過壽司 先試一下 這間日式料理的環境 都不錯的 之前洗碗 禮拜都是 虎皮八爪魚 虎皮八爪魚 還有這個呢 北極貝 北極貝 還有這個是什麼 配菜 送的 這個是豚骨烏冬 然後這邊有些拼盤 榴槤拼盤 冬蔭公海鮮 這個是三文魚 香荒三文魚 加鰻魚 牛油果 晚上八點了 吃完飯出來 又走走這一邊 很多小店 現在在吳州買東西 網購就要在 快遞超市裡 自己拿那些快件 不同速遞 就要去不同的速遞超市 拿的 城市的做法都不同 好像河州 就是可以直接送到家裡 而吳州這邊呢 就要 很多人在這裡找 要給它一個取檢碼 晚上八點半 又過對面走一下河堤 現在的 現在的吳州河堤呢 就變成這樣了 即是 托闊一點 我剛剛才聞吳州人說 原本 雜的 還有那些草呢 常常要淋水 維護盛本高 就 所生產了它 起闊一點 那前面呢 河堤的前面就是 高旺大橋 對面就是 萬達廣場 新開張那裡 晚上 都幾多人在這裡散步 和跑步 又可以上這條高旺大橋 上面走的 上面那一層呢 就是行車的 下面這層呢 就可以上去散步了 我現在上去看看 那些人性化的設施 就沒有的 我見到那個人推BB車下來 就要人手去抬下來 就沒有那些什麼升降機之類的東西 上來之後呢 就不是很多人的 因為這裏是橋啦 那又相對大風的 比起剛才下面那些河堤 原來走齊了這條橋 過到來萬達 這都不用很久的 其實在這裡走一走 有些車過的時候 即是大車過的時候 是真的感覺到 有些搖房的 所以說要有在這條橋上 那是有的